L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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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S跟我呢 有一個朋友 前兩年的時候就 決定自己要當老闆 從自己的口袋掏錢出來 開了一個公司 然後就真的聘請了員工 然後也簽了藝人 推出作品 想要賺錢 然後兩年多來都沒有倒掉 可是好像也沒有賺錢 所以是撐住了 可是他跟另外一位合夥人 現在關係好像也降入冰點 然後他應該常常有私下 跟你抱怨他的合夥人吧 可是他的合夥人對他就是 一份很深的愛 所以今天... 今天節目到底什麼路線 對啊 不是要結穿黑幕嗎 為什麼最後變成點燈的感覺 好 兩位老闆呢 是陳建舟還有Andy 歡迎來 他們今天就是要拿人多 來嚇唬我了 就把公司藝人帶了一批過來 我們才三分之一來而已 只帶了三分之一來 對 我沒有...陳建舟把夫人也帶來了 對 打鼻 你為什麼都不提到我呢 你最近面太壯了 在汽車 摸起來怪怪的 對 被人帶來的 首先藝人團體當中 辦解散的就是Circus的一半嘛 對不對 對 我們是二分之一Circus 沒錯... 你有跟Key先請坐 謝謝 就是後面是男子和團體嘛 對不對 第一次來康熙 是... 歡迎你們請坐 今天沒有你們的時間坐 然後呢 留下來這樣子的三位 是JPM的小潔王子跟毛弟嘛 好 小潔請坐 我沒事... 帥啊 我去幹聖堅嘛 這個 兩位老闆 你們真的很大方耶 就是他們登上週刊的那個 同居的故事 一刊出你們就帶他們來康熙啊 我可以... 可以通告嗎 毛弟 沒有同居 沒有同居 因為我大把名了 沒有同居 沒有同居 講得好像會嚴重 因為要守候群扣上 那天就是大家... 沒有同居只有交往對不對 沒有 也沒有交往 定期到你家過夜 沒有 真的沒有 你去他家 我有去他家 但我們都是一起去 謝謝 恭喜你 我們一起去 解體這一段 我們大家都是一起去這樣子 一起去 你的這一位緋聞的 傳說中的女友是豆花妹 是 那怎麼可能他跟你老闆主持 然後你老闆卻不知道你跟他 定期有過夜的行為 對 你用這個動作啊 很標題 你知道嗎 定期過夜那種 標題很手動 每週一次 真的寫得太誇張了啦 所以是兩週一次 沒有 所以為什麼不告訴老闆 這種喜訊呢 沒有 因為其實我去... 我去他家就是幫他辦東西 Andy哥都知道 就是我們都有講說 今天因為他一個女生 然後我們大家一群就是很好 這就是障眼法 就假裝用一些... 真的沒有啦 所以是只有Andy知道 你跟豆花妹交往嗎 他... 沒有人交往 我們真的沒有在一起啊 我們真的都很好 陳建舟就是誰交他們的 就是明明在一起 還假裝沒在一起 真的沒有 因為你那麼新潮的老闆 你怎麼會交出 真的... 你們到底還在玩這種偶像 不能講真實人生的事嗎 這一題我可以解釋一下嗎 你來了... 你一定是你教的 不是... 什麼惡喜啊 我大概講一下 我跟你講 你今天下手要輕一點 因為Andy知道他們同志的事以後 其實內心已經在堂寫了 我又堂寫了 你愛太多人了 沒有...我大概解釋一下 其實... 你說你愛是王子嗎 不是... 就是呢 其實我跟豆花也認識很多年了 那他們早就認識了 因為這件事情... 豆花妹可以被剪成為豆花嗎 我都叫她豆花啊 這樣好嗎 OK啦... 聽起來很糟耶 不... 快叫豆花好了 豆花 一天豆花妹認識很久了 很久了 然後其實他們早就認識 也包含王子 包含小潔 我們大家都認識 那那一天的狀況其實是 因為他搬新的房子 他搬到新的房子 然後就請他們去幫忙 我覺得Leo用眼神告訴我 不用聽這段解釋 不是... 他們都知道 Leo用眼神給我打Pass 說不用聽這段喔 你今天這兩個 就當作不存在好不好 你帶來的也會 對... 雖然說很多講髒話 撈她的帽 我可能講髒話的啊 不是 Leo你... Leo你最近是割雙眼皮嗎 跳過...那麼厲害啊 我都偉絕的怪怪 你幹嘛更割好就來啊 你恢復好一點再來 不是比較好嗎 不是 而且...而且他墊下巴耶 對 他不是導演嗎 我還裝髮片耶 Leo你墊下巴了 摸摸看... 來啦 摸摸看 過來... 摸摸看啦 摸摸看啦 摸摸看... 我跟你講 徐西弟... 你那是過敏吧 那眼睛 對 過過敏 這種種的 然後下巴... 下巴是不是... 下巴是不是你... 下巴是不是你一捏就知道了 對 真假 好好笑 我唸喔 真的... 你這什麼心態啊 這真的吧 是不是... 下巴... 你怎麼做啊 六哥 你不是才子嗎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在麻煉下巴耶 我不懂 你不是已經轉行成導演了嗎 然後跟設計師... 我真的回答不出來耶 沒有 你告訴我們 你內心真正的願望 你是想當偶像是不是 其實我們也很想知道 對 因為你知道以前 如果他坐在那個位置 然後Andy在講話 他會被Andy擋住 可是剛剛他下巴露出一段 我就在進去 他的眼睛 而且我剛才跟他對看的時候 覺得他整個這個眼皮 視覺好廣喔 對... 所以有被稱讚了嗎 也沒有 就一直被拆穿 是喔 對 我應該等蕭總 所以你的心路歷程是什麼 我太急了 你的心路歷程是什麼 所以我是不是覺得被兩個老闆忽略 你很不甘心 對啊 就想要表現給他們看 所以是為了要他們可以 配更多工作給你之類的嗎 對 就是多發我一點工作 OK Andy 這是人家的苦心耶 對啊 又不是你出力投資了 你是一些經紀人 應該要幫人家整形嗎 那你承認了 他早就承認了 他就沒有消毒就講了 我是人造人怎麼樣 你是用割的還是縫的 是... 你們要聊這個嗎 還是沒辦法大方的聊這件事 是嗎 是縫的... 是縫的 所以是剛拿到幫人家導MV的導演費 就立刻送去酒店 對 我當導演就是為了要整學 好久喔 如果我最近越來越帥 就比方說我MV越接越多 大概這個意思 你知道駭客任務的導演 後來變成女的你知道嗎 有這種事喔 就那對兄弟 其中有一位變成女的 所以你要邁上那個境界有沒有 我就慢慢嘗試 所以你是要越變越帥就對了 也要甩掉Circus其他人 自己獨立成為演藝人 因為感情反正也沒有太好 對 所以你假裝現在是導演 可是夢想還是希望你是被拍的人 我當導演只是為了未來 賺整形費用 不是... 是先熟練以後 未來可以拍自己 他一直希望很有感的那種感覺 因為他是鼓手嘛 他常常都很希望那個 跟主辦方說最後他一SOLO 那個SPA-LINE照過來 他常常會自己要求這個 所以他今天成功了 在康熙這麼大的緋聞之下 他還是奪管而出 很成功喔 恭喜你了 很不一樣了 謝謝雲姐 那下次有那個整形的再發我 好 在整形那邊 自己情緒沒有自信喔 這個地步喔 變整形藝人 要請坐喔 可以請坐 所以安迪 是 童俱樂室是完全誤傳嗎 完全誤傳 對 我覺得一炒作理想的話 搭配楊誠霖是比較正確嘛 楊誠霖也有被他們公司拿來炒作啊 妳怎麼... 我們公司... 楊誠霖到底是配給王子 還是配給毛弟的 是配給王子 沒有 我們真的是朋友 可以的 我好想講這句話喔 你憑什麼 真的... 你跟正希一是朋友嗎 剛剛我們真的沒什麼 真的 跟誰啊 我想不出來 我們其實不要刻意去講 這一段感情是因為 女生那邊經濟公司也是 不高興 怕他們會覺得 到底是怎麼回事的時候 我們也不是靠這個要 搞一些新聞出來 所以女方的經濟 已經跟你們抱怨了嗎 我們同理心去看他一定會不開心 既不是你要炒作 然後也不...他們也沒有在交往 對 那萬一最後真的被我們發現 毛弟跟豆花妹在交往 那如果是這樣就是他騙我嘛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我認識他們三位 JPM已經六年 是要跳腳筋嗎 沒有... 沒有... 對 對 所以我的立場是 我其實是很開放的 我不知道是Le... 是Leo要問 沒有吧 他說... 他說Andy哥呢 平常都好像想要躲狗仔 可是每一次都把那個 所有的行程幾點幾分 在哪裡出現 發在網路上面 他說他想要問Andy哥 到底是想要被拍的 還是不想要被拍 你怎麼會想這個 這怎麼敢講 你怎麼講 你怎麼講 來...講給大家聽聽 沒有 我是說 我剛剛講的這段話 是你講的吧 我是說... 我沒有捏到任何事吧 我是說... 我是說Andy哥 很勤勞發微博跟Facebook說 他們...我們七天幾分 我們將要去廣州還是去哪裡 辦活動 所以每次都有粉絲來接機 就是這樣 我沒有說打給狗仔 對 所以你是說他自己 暴露自己的行程 就是... 應該是說他們有點神經大條啦 就會覺得 隨時都有狗仔在追他們 然後像有一次他們在公司 就大家突然公司整個就是很慌張 說外面有狗仔來追他們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我們就在看戲嘛 我們想說公司怎麼那麼慌忙這樣子 你們不是公司裡的人嗎 可是我們就是扮演著 看戲的那個角色 你們是藝人還是公司的員工 都有 其實都是有的 然後我們就走出去看 他剛剛用的字眼是他們的耶 他們很慌張 他們以為有狗仔跟... 因為我們很自在啊 因為我們不會有人拍 我常常在中天前面搭公車 都不會有人拍我 所以他們... 他們當時是包括JPM 三個人在內嗎 就在公司大呼小叫說外面有狗仔 然後就全部公司請操了處 然後你在旁邊冷眼旁觀 對 然後我就走出去看 結果只是人家的 就是租借的車子在那邊走去 對 搬東西是不是 無關的車子 無關的車子 不是狗仔 不是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這種敏銳度 高是對的 這樣子喔 好 我覺得安迪今天是來不及生氣 好 那就暫時放過他 OK 好 因為安迪已經做了正式的經紀人 立場的成績嘛 是 官方的答案 是... 好 歡迎各位 請坐 謝謝 KID小S的默契十足 你當場下居足力 他在選擇合夥人的時候 有需要顧慮到對方的 形式風格跟脾氣嗎 大家的背景相不相同 如果是南遠北側的話 在這種工作上我覺得 爭執是...可能就是可以抑制的 你們算是做一些南遠北側嗎 是 先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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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JPM呢 我們很高興他們出了這個 新專輯3A5 可是很不幸的事情就是呢 康熙有一個有惡視力的人 說我的座位旁邊位子 我只可以控給他的新書 所以我必須要把他的新書 沒有... 謝謝... 可是人家的專輯是真唱 你的書是假寫 你幹嘛還要宣傳 不是 那不是假寫 那是叫孔樹 就是孔樹 有代筆這樣 你是什麼 你是中央研究院去拜訪你 不是... 通常...大部分有的都是這樣 可是應該客人帶了這麼多人來 然後要講專輯的事 然後你把書擋在前面這樣好嗎 我一直拿著專輯啊 對不對 所以這樣...你要我這樣放嗎 不用...先把它撤下來... 撤下來 可以拿下來嗎 可以...我們有時候要放那個 那個位子是康熙哥您的位置 所以如果... 如果大家口袋裡面 就是只有一筆錢 要不然就是買JPM的專輯 要不然就買你的書的話 他們要做何選擇 對 JPM 因為來者是客嘛 真的 JPM 真的 不用買你的書 我們會買...我們會買他的書 可是如果是他們有一筆錢 然後進了書店 看到你的書跟蔡康熊的書 一起放在書櫃上面 這個還用...對不對 要買誰的 這個還用思考嗎 對不對 思考了...兩本都買了 我其實好高興你跟我一起出書喔 真的嗎 我一看他就會立刻決定買我的書 所以我們出書最大的目的就是要 趁多會唱到 對 趁多會出你的文學 不過我覺得Andy哥一定會很欣賞 漢典寫書的態度 因為他叫做那些一看他教我的事 他真... 我一看到我就有感覺耶 他整本書都在感恩演藝圈的老大 感恩... 有多麼栽培他這件事 你知道書一開始的時候 你怎麼講小S嗎 我怎麼講 我應該... 妳就說妳開始出現在康熙以後呢 對 一天那眼都被S姐欺負 然後回家媽媽都很悲傷的問妳說 妳還好嗎 妳要不要不要做了 然後妳就跟媽媽說 沒關係啦 都是為了節目效果 因為偶爾就是 譬如說我們有一些肢體上面的互動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做節目效果 假打 然後她回到家之後 她媽就會問她說 然後她就跟她媽說 媽真的不痛 她說我很喜歡這個工作 她把這一整段話寫在她的書裡面 但是那個口吻是要... 你們有點曲解那個口吻 第27頁 她跟媽媽說 在康熙我真的很開心 我會解釋給媽媽聽 誰像我這麼幸運 每天工作都玩得這麼High呢 所以她就是... 然後她就是在跟媽媽講說 當了公眾人物 就要接受這種待遇 然後媽媽問她說 妳被打會疼嗎 逼我摸 網路上有好多網友替我抱不平 覺得我很委屈 很難過 我都會趕快上網澄清 去安撫大家的情緒 對... 對... 很可怕 她們高不高招 你這個... 這件事情把她說好像很惡魔耶 對 你不去跟網友解釋 也不跟媽媽解釋 原本這一段 不會塑造成惡魔這樣講 真的好 對... 我就只能連一有看到這個 這一段我就真的心寒啊 真的 就你在節目上演好人還演不夠 既然還要出書再這樣 對...放我 然後書明還叫那些 因為她教我的事 結果裡面就是在講我們的壞話 一直在諷刺我們啊 這是...你... 不是諷刺啦 他會... 真的 怎麼辦 然後還逼我寫序 好啦 反正新書是表示一個 心緣被提拔的過程的感激之情 我覺得出第一本書 一定心情很好 所以恭喜你 可是今天不是你的專輯 當然... 我們要訪問這片喔 對...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我... 我不是什麼 他可以把你後面那個海報放片嗎 沒有...這個... 放平... 你是做這個嗎 對... 放平 沒問題喔 這個嘛 確定 好 放平 不要再抬起來了 不會... 現在要讓鏡頭 完全不要拍到你的身體 好 今天呢 我們一開始講的就是 陳建州當初跟安迪合伙開公司 這件事 陳建州除了投資在公司之外 還投資了其他的生意 是 然後他號稱都很成功 然後很搶手 所以我們今天有邀請專家來檢查 你們的經營公司之道 到底正確與否 那我們邀請的是莊君泉老闆 莊君泉老闆 莊君泉老闆 你覺得一部分工作 是輔導別人創意的工作 是 我早期是輔導醫學美容 做展店的規劃 醫學美容 那就是你有趣的 因為他還請教一下 所以今天我叫大家和我一下 開醫學美容這樣 所以開整型診所 也會徵詢你的意見 是...對 那後來 我現在就是自己跳出來 然後我是The Coral Trace 三家連鎖店的老闆 是 其實小孩子有到我們店裡面 消費過 真的 你是說醫學美容嗎 對... 我今天生例子 但要不需要 我今天這一集消煙味太重了 對... 莊老闆 我先請問一下 就是黑人當初創業的時候 三十多歲吧 差不多 三十三 他在選擇合夥人的時候 有需要顧慮到對方的 形式風格跟脾氣嗎 其實我覺得是有必要的耶 因為如果說 今天我們出來創業的話 要看說 大家背景相不相同 如果是南原北側的話 在這份工作上我覺得 爭執是... 可能就是可以預知的 對 那... 如果說是互補的個性 比如說一個人比較衝 一個人比較保守 那反而是一個好的現象 可是如果說整個背景或個性 是南原北側 那我覺得很多的好朋友 可能就會反目成仇啦 你們算是個性南原北側嗎 互補 哪一點互補 就... 你可以出去了 出去 出去 對 好... 坐一下... 所以承認之後需要包容安迪 比較多嗎 我跟他會合作的原因 就是因為在Channel V 以前他在當總監的時候 我當主持人 可是他當總監的時候 脾氣就很大耶 很大 那你還敢跟他合作 這就是我看上的這一點 因為在這一行 因為你要做幕後 有時候你要敢衝 然後你要盡心盡力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就是... 我們譬如說辦演唱會 那個時候是 他要連演唱會都會辦的時候 他常常凌晨五點多 還在辦公室盯所有的事情 我們代表脾氣壞的事情 對 但他發脾氣是一樣的嘛 那你要順著他的毛摸的話 就OK 所以你要... 是你要摸他是不是 沒有... 我跟他... 為什麼俐語跟俗語 他這台故事都變成這樣 真的 我的意思是說 是你要比較那個順著他對不對 順毛摸 要順有沒有 這樣S型不行嗎 我有感覺 好... 喂... 喂... 他說我有合作 好... 我... 還原來也不行啦 當時你有跟身邊人商量說 Andy是可以合作的嗎 沒有 我完全沒有商量 我就是看中 就是要跟他合作 他敢衝 就是要合作 因為... 那你有想過合夥之後 他就會常常有情緒上的起伏 你都要安撫他嗎 本來就是他個性... 所以他半夜三點在網路上 發一則自己 看著遠方的照片說 我好累 這樣你要趕快 傳簡訊過去說 加油什麼嗎 因為太不太敷衍耶 Andy現場討救兵 陳建中在乎一千 但開會就不用髮妝下吧 不用髮妝 喂... 對... Andy哥如果你看了一個 很糟的髮型 我們進公司你們也要稱讚過 我們會不會說 你自己很想要 要救我 你有痛苦嗎 我會把女生搞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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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萬歲 其實有的時候是 我在跟我同事說話 有啊 因為你說累 因為他們小朋友們 全部都要立刻回說 沒有...他們不用回 說Andy哥加油什麼 我們都輕易 沒有... 我都叫他們不要回 沒有... 你也是真的吧 對不對 我都不會回 只有你們這兩個沒出席 都沒有加入啊 藍波他沒有叫他們回 對... 不是因為有人沒回被Andy罵嗎 有 他說他最討厭 只點讚的人 對 他有講過 沒錯 我有背了話 我幫他們講話 真的有 你們都要安慰 你們都要講說Andy哥你是正確 沒有...不是指那一類 好比說像剛剛Leo提到說 好比說我們到海外宣傳的時候 他會發一個微博 然後可能發現他的照片 可是明明就有轉發 可是因為他家人太多 所以會洗版嘛 那他沒有看到的時候 他隔天就會來公司說 我不是跟你說要轉發嗎 這是為了你們的事情 為什麼不轉 可是我明明就有轉 然後他說我沒有看到 不算 可是那上面是他的照片 不是你們的照片啊 沒有啦 Andy哥是叫... 他小姐不太喜歡轉團體的東西 對 就是Andy哥都會幫我們發 比如說哪裡有活動 我跟毛弟都會馬上去轉 但小姐就比較默不關心 所以Andy哥才會因為 這件事情跟他講 所以通知粉絲你們哪裡有活動 用的照片也是他個人的大頭照 沒有...是他們的 是我們一起的 OK 按讚也是因為工作的事情 比如說像男子漢 因為男子漢還不懂我的規則 就是他加入了我們公司 那當然JP他們比較知道公司 男子漢還不懂你的規則 對啊 公司有規則的啊 不是 不是 這公司的規則是... 不是嗎 可是你旁邊那五個人 包括JPN在內 都要講同一件事情 結果他們說 他們的工作行程都曾經 因為你的梳妝的時間 超過三個小時以上 而受到耽誤 什麼意思 我不懂嗎 就是他們Circus 要拍節目的時候 根本沒有你的事情 可是你梳化長達五個小時 六有三的意思是說 沒有人犯了 沒有人犯了 他有惹到這一個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去那個什麼廣州 譬如說拍片的時候 廣州 北京吧 反正就是去內地的時候 然後就是如果要發梳妝的話 都要先發你 就是要先幫你安排梳化的時間這樣子 對 但因為北京那時候拍 是不是也有拍我 沒有 有啊 沒有 其實我們要拍 你說可以婚約我 婚約我 你說節目是... 有喔 是節目 然後他要去當評審嗎 就是我們談了一個節目 在北京 那為什麼你梳化要五、六個小時 我梳化半小時就好了 我的化妝師在那裡 我的梳化都給他們跨 你這個講話是不老實 他不老實 換句了 他也能不老實 我梳化的時間 30分鐘內就結束 你今天錄影前 花了多少時間梳化 25分鐘 你現在可以問他而已 然後你的書畫 因為我們那時候去北京 然後我們接了一個活動 那因為老實說 就要推他們去內地 其實就是我們要花很多的功夫 去做這件事 那客戶就要求說 那Andy是不是也幫忙 一起錄影 然後幫助這個... 這個節目的豐富成績 對 五小時是... 前面三個半都在叫他起床 這個我就愛從我承認 他那個時間 你看三十點 他都在拍看地上的照片啊 就是... 然後就他會有賴床 那時候就很恐怖 所以要叫他的時候 對 Andy老闆有沒有耽誤過 JPM的行程 其實不太會耽誤 但是要提前很早叫他起床 那是誰打去叫老闆 我們公司的主管 經紀人啊 那經紀人自己就要很早起 對... 通常沒有人敢打給他 就是叫他起床 但是開會就不用發妝法吧 他就沒有妝法 不是... 喂... 是Andy... Andy有很醜的到過公司過嗎 有啊 其實他... 你有什麼差啦 你看他高中的相片跟誰 他都很完美的呈現 好 我知道你們現在在幹嘛 因為你們全公司 就是要一直稱讚他的外表就對了 沒有 帥 有德華 他內心也... 他內心也很美 對 不是外表的 你不知道那種就是 不是 陳建州你怎麼看 他明明自己是經紀公司老闆 可是他卻一心的想要把自己 當成偶像來經營 我以前都...內心都把它定位為 台版的小事者宅這種 你知道嗎 雖然其實老闆可是還是明星老闆 沒有錯 就是他有... 因為他會是一個icon 因為我們週末 我們自己那個在五六日的時候 很多孩子 就是素人會在我們咖啡廳啊 就我們公司外面也是咖啡廳嘛 走來走去 然後他在那間辦公室 他就看到有機會的就進來試鏡 你說想當明星人會去你們 咖啡廳門口流連 流連旺飯 因為對面是一個公園 所以其實... 然後旁邊又是一個高中 所以其實有很多選人 你們的信仁都是在公園 和咖啡廳找來的嗎 這些男子啊 你們男子漢是怎麼出來的啊 我們是奧迪哥主持的 選秀節目出來的 我愛男子漢節目 所以你需要用比較大的力氣 稱讚陳建州還是安迪哥 都...我們都會稱讚 像就是我跟黑人哥會打電動 我就會稱讚說 你好 就是打電動 但雖然他真的很會玩 所以你們是活在 要一直稱讚老闆的氣氛當中嗎 但我們其實也會表達 我們自己... 比如說我們今天不喜歡這個東西 我們就不會一直講說 安迪哥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就只會直接跟他講說 我們不喜歡 但是我們還會基於 就是要聽老闆 那我們中間就可以溝通這樣 所以安迪哥如果燙了一個 很糟的髮型 我們進公司你們也要稱讚說 沒有 我會...我們會直接說 你為什麼要燙這樣子 對 他就有了 有一次拿穿女生高跟鞋來 我說你高跟鞋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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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天呢 要表示關心嗎 就先傳個簡訊了 說什麼 累了 我就會先問說 昨天跟誰通過電話 我不會問他跟誰不爽 我昨天先問他行程是什麼 然後再說 那應該是跟誰不爽 那他的脾氣是會大到 你需要把他壓住嗎 就是說你冷靜下來 就是不要在那邊那個暴跳裡 他真的抓狂的時候 是很恐怕是不講話 如果他兩三天都不講話 你們怎麼辦 最近宣傳其實也很少遇到他 對 比較少遇到 今天算是難得就跟他一起這樣子 對 碰面 所以如果他不講話 你們就是互相交換個眼神 就知道不要惹他就好 對 因為像有一次 我就是真的把他惹毛了 我們在那個吃飯的時候 因為現場有唱片公司老闆 跟廣告公司的老闆 然後那時候他就有提議說 可能要做節目的第二季 然後我就白目 我就站起來就 沒事找事做啊 真的白目 然後就說那個廣告公司 跟唱片老闆就聽下來 然後看著Andy哥 然後Andy哥看了我一下 然後Andy哥把筷子放下來 就不吃飯了 回到那個房間 就是各自回去休息的時候 然後在電梯門口 我們幾個就說 等一下 不要白目 再學Andy哥或是考試他什麼 結果Andy哥剛好轉過來 看到我們三個人 在那邊聚集講話 他就說 廖維姐你掛 你現在怎樣 想跟我打架是不是 剛鬧還不夠嗎 然後我就Andy哥 我沒有想要幹嘛的意思 他就說 你過來想討打是不是 我會讓你在這邊 就是沒有辦法回去台灣 我就Andy哥對不起 Andy哥對不起 Andy哥對不起 怎麼那麼兇啊 他兇起來真的很兇 對 我們公司是滿嚴謹 所以當時你是真心覺得 在座的下一季 是沒事找事做嗎 沒有 因為我嘴巴就是賤 然後我很喜歡講一些 有的沒的東西 然後常常把Andy哥惹毛 像Andy哥就定義傳奇心 三個最難搞的藝人 一個是任帥 一個是戴雅 一個是我 對 因為我們三個嘴 講話真的是 三個講話比較不經大腦 常把他惹生氣 不是 因為會去突然之間 整那麼大的型的藝人 真的是很難控制 很難控制 兩國藝啊 還好吧 他真的笑容也不太自然 你是不是還做了什麼 其實還有第三個 有嗎 我知道他鼻子有動對不對 沒有 沒事沒有 可是他臉頰好像動不了耶 這邊嗎 肉毒桿菌 抽脂 沒有... 挑起來... 夾主 我不是... 但你覺得你很壞耶 沒有... 你號稱很真實 幹嘛剛才不一次講出來 因為下巴抽脂不是小事耶 誰是好像滿快的 Bendy並請老婆當快捷 小白是一口咬臨時臨眼 誰在管每個月的收支 我們有一個媽太太 圓圓 快婿 有這個人物嗎 妳們不知道 有太太喔 好值得喔 圓圓啦 那不是臨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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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就親眉竹馬 高中就已經牽上那一位臨時臨時 沒有 通氧系啦 沒有 通氧系啦 所以你是輪流座嗎 真的有 輪流座 就是... 沒有 它是一個很... 就是很強迫要做這種事情 就是要...硬要做那種 他那時候想要同時 你知道嗎 對不起啊 他就想要同時去雷射眼睛 就是全部他想要一起來的那種 對 一個假期 很絕對那種 對 那這種事通常一般 可以跟公司講說 請公司付費嗎 不行啦 沒講這樣 你怎麼這樣講啊 你怎麼都講 我就請莊先生處理一下 所以你是說如果是毛弟 跟你們要求要整臉整形的話 你們是願意出這個錢嗎 沒有 我不會讓... 我不會想讓我藝人去整形 他是滿在意那個外型就是 改變 他有一個邏輯去打造他們的那個外型 因為我當初選他 那如果我是選來 然後再全部整理完動刀 那我幹嘛選他 所以JPN他們... Andy有沒有在私下跟你們聊天的時候 看著報紙版面或者電視畫面 跟你們講說 其他藝人真的整得太離譜了 有時候會聊一下 有時候難免說一下 會聊一下 對啊 就說不要... 他說自然就好 幹嘛這樣 所以你們可不要去搞成這樣 對...會這樣提醒我們 說不要這樣子 所以你們兩個老闆 在乎的事情不一樣 陳建宗是很在乎禮貌是不是 對 滿在乎 是要多有禮貌 就是對長輩 還有對工作人員是一定要 很嚴格的去要求這一塊 這件事我可以講一下 男子彈進來的時候 我有跟他們警告這件事 因為黑人很在乎禮貌這件事 是以前泛泛吐司那個節目 然後裡面有一個新的弟弟 然後黑人剛好來探泛泛的班 然後那個弟弟看到黑人來 通常看到黑人就是叫黑人哥嘛 大家站起來大家招呼 黑人哥好 那個弟弟就這樣 他不是...他不是點 他這樣 還慢慢的喔 你拉上 什麼事 那是那種你知道嗎 這是他的風格耶 不一定是沒有禮貌 沒有 他是一個小朋友啦 就不懂 17歲 他馬上就來告訴我 這樣也要告狀 你真的好記仇喔 以後我看到他 我會這樣 然後對看 看... 然後我眼神不會飄開 然後他在看我的時候我就... 然後等到他下一次要變成這樣 對 你是說他會感覺到嗎 一定的 因為我很... 滿靠近的這樣 很明顯 滿靠近的 對喔 很靠近 是這樣耶 你為什麼不會... 很靠近 你為什麼不直接去跟他講 還要在那邊演這一套 我要讓他體會 這種是不禮貌的感覺 那你有沒有干涉過 安迪哥簽新藝人的品位這件事 品位是沒有 所以比方說男子漢 這邊我們看到是有六個對不對 這才三分之一嗎 還有... 你們有18位男子 還有四個 還有四個 你簽那麼多男生 是為了要出去的時候 站在你後面 你看起來很神器嗎 不是 當初我在做棒棒堂的時候 其實後面就有二軍 叫超客期 就是毛弟那時候內帶 那其實我一直覺得 台灣的娛樂圈 韓國真的進攻了很多 那我覺得台灣很多都沒有了 沒錯 就團體男團已經沒了 飛龍海也沒了 然後很多男團都沒了 然後剩下的這幾個 飛龍海還有啦 單飛 沒有 就飛走了嘛 就是都單飛了 單飛... 所以我就在想說 然後我只是在想說 我既然已經出來跟黑人 開始合作公司 我希望可以 還是開創一些新的領域 然後做年輕人的娛樂工作 這個六個是 這次追片出新專輯 我們從拿到所有人裡面 選出六位 要跟他們一起合作拍MV的 對 因為我們其實在培訓這件事情 是花滿多時間和功夫 那這個台灣娛樂圈也一直 不像韓國或日本有一個系統 所以真正為貴公司 帶盡收入的是JPM嘛 對 因為男子漢他們還在培訓中 就不會有收入 然後... 對 他們有逼迫一對姐妹 去拍寫真集對不對 對 因為黑人有說 經營這個傳奇心算是很辛苦 然後只靠JPM賺錢也是 你知道就不無銷補 然後最後要經營下去這個公司 一定得出一些狠照 他就逼著他們公司那對 什麼叫逼 逼著那對姐妹套去拍那個 全露的...三點全露寫真集 哪有全露啊 沒有全裸喔 他們不是在攝影棚大哭嗎 沒有嗎 有嗎... 胡說八道那個 胡說八道 而且你知道他們... 客家人啊 那兩對姐妹的話也是客家的 可是他們之前有上過節目耶 有時候一開始... 一開始不知道這麼性感 對 而且出版後又回收 就是因為當中有一些照片流出去 對 然後你看 就是辛苦事他們都要做 然後上節目他們就不帶他們來 是 我們也想要帶他們來啊 可是你們沒有啊 都是一群一群的女孩 我們來對不對 又怕... 誰在管每個月的收支 我們有一個他太太 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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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人物嗎 你們不知道 有太太喔 我知道 媛媛啦 那不是零食演員嗎 沒有啦 高中就青梅竹馬 對 高中就已經簽下那一位零食演員嗎 沒有 洪洋溪啊 沒有啦 沒有 他就是... 他就是來幫我們有... 他是真正一位很隱形的公司的... 他是非常棒 所以你們都知道老闆娘 在你們公司嗎 他每天都會來公司啊 晚上的時候來收帳 對 那老闆跟老闆娘 在公司裡看起來像夫婦嗎 而且很像男女朋友 對 這我真的覺得很不容易 有親密動作 他們有時候會在... 鬥嘴 鬥嘴 對 那就是吵架啊 不是 可是那個吵架 是很可愛的 就是在催修零食演員的時候 他會覺得很甜蜜 對 近三個多月 我那個也很忘... 我就是... 你說看起來是像夫婦嗎 對 像好比說 我們外面咖啡廳嘛 然後又要閉店的時候 然後媛媛姐 她就會在那邊就是收帳 然後寄會計 然後那時候看他跟Andy哥 在搬東西 就是幫忙收桌椅那些東西 他就說我來幫你 然後Andy哥說 不用啦 這些東西那麼重 你幹嘛過來麻煩 就是之類這樣的話 會覺得說 聽到我們而已就... 而且我們每次新專輯一發行 第一張一定是簽給Andy哥的老婆 真的 他很辛苦 所以他們是有在公司出現 手牽手這類的... 他們會不會在我們面前 Andy哥都在辦公室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看過 好像沒有 所以沒有人看過 他跟他老婆親密的那一面嗎 沒有耶 所以只有一個要幫忙收東西 另外一個說不要過來這樣 就是上演一個好像... 所以他們臨時演員的合約 可能是簽到不需要肢體碰觸吧 就演裝是說 我沒有想到他太太在公司裡工作 我也完全忘記有這個人 他不算工作 他就是... 幫忙 對 就是會計幫忙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委任會計師 那公司管錢這件事 其實我很在意是自己人 那當然黑人也信任他 所以其實我們都認識很多年了 所以你們公司聽起來花費很大 這樣兩年多來OK嗎 其實認真來說 上個月我還有問他 其實我們在今年... 明年要第三年了 兩年多來其實開始持續的 慢慢往上爬 那做了節目 然後發了唱片 發了書 其實成績都算不差 我不敢說很好 但都沒有虧 他沒跟你吵過架 吵架是不會 但... 不講話 因為我們兩個個性其實很堅持 自己想要做的那個方向 OK 所以他最兇 他剛剛可以對你講到什麼話 髒話 就是髒話 就是兩個人想得不一樣嗎 那個官 我們兩個沒有過去 然後他可能講了一些東西 然後可能就加了那個字說 成績之後你不要這樣 你聽我說 我就會有一種語氣上 就是戈籃四身 對 但我不會... 那種髒話 那最後是需要你讓步嗎 陳劍球 絕對 拍他背 應該是揉他背吧 對 我們找到一個平衡點 因為有時候他也有他的堅持 那他自己想做很多事情 那我覺得 我們能夠幫上忙 或者是公司的同事 能夠幫一起努力做這件事 因為出發點都是 他都是為公司好 因為要不然 我們兩個都會做 毛弟訴說真情話 立友當場誤打之中 那毛弟可以看著他說 你不是說我沒有跟豆花蜜交往嗎 對不對 我覺得沒有跟豆花蜜交往 OK 立友… 我真的用整 三個蜜 還很棒 沒有… 第四… 第四個到底哪裡 哪裡啊 那女王蜜哥沒出席 那女王蜜哥沒出席 那女王蜜哥 好 新專輯叫做365是因為... 這張專輯因為主打的歌 我一直在聽... 主打歌是365天 因為是很開心跟韓國合作 然後我填的詞 然後是在講 對於一個女生非常強烈的愛 然後希望365天都可以見到她 對 誰... 有一個人啦 不是楊承琳 所以就可見是另有其他人吧 不是楊承琳 那是誰 就是... 我會轉喔 沒關係 我就等你這一句話就好 不愧是師兄 理想情人 就讓你寫書會有假設的 對 一個假設的人 好不好 這首歌的歌詞呢 是假設的 對 你沒有在喜歡任何一個女生 沒有在喜歡任何一個女生 這句話 你知道講的會... 好 算了 那毛弟可以看著他說 我沒有跟豆花妹交往嗎 對啊 我想看 那個 我真的沒有跟豆花在一起 OK Lio... 你看看著安迪哥說 只有整三個地方 因為MVB要看那個神色有沒有異常 是不是 加油... 我也要... 我真的就整三個地方 他可能有去那個豐滿鵝口嗎 沒有... 他泡溫泉消掉了啦 沒有... 有豐盛嗎 沒有... 只要就這樣了 OK 所以他們都對他們的老闆 有看著眼睛交代過 對 應該趙安迪的講法就是真的 講給他們 那我們最後就歡迎 這一片表演他們的心中 謝謝 Cory 每天一睜開眼 就希望你能在我身邊 能不能三百六十五天 都能和你見面 第一次強烈的感覺 無法抗拒的感覺 I'm going crazy now Let's go 你的出現會讓我馬上陷入瘋狂 打到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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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跟著你的獨特氣味 一起環遊世界 關於你的消息 都能成為我教練 對你的愛怎麼會 那麼濃烈 天天對你想念 Everyday Everynight 給我的愛一瞬間 變成永遠 每天都不改變 Everyday Everynight 對你的愛怎麼會 那麼濃烈 天天對你想念 Everyday 給我的愛一瞬間 變成永遠 每年都不改變 Everyday Everynight 每天一睜開眼 就希望你能在我身邊 能不能三百六十五天 都能和你見面 第一次強烈的感覺 無法抗拒的感覺 I'm going crazy now I'm going crazy now 對我的愛一瞬間 變成永遠 每年都不改變 Everyday Everynight 謝謝你的家裡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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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